吳思耀委員 接著請吳思耀委員質詢 尋大時間為15分鐘 謝謝主席 有請我們院長以及教育部潘部長 蘇院長、教育部潘部長 院長早、部長早 大家都辛苦了 今天是植樹節 我今天一早我的line down 馬上就收到院長的親切問候 在植樹節的這一天 我們能不能夠少一點口水 多一點建樹 我們要為教育是百年大忌 我們要為教育多做一點 建樹建林的事 所以今天我要倡議已久的一個議題 事實上我跟教育部也已經cooking討論過多次 但是需要院長做一個跨部會的拍板定案 給全台灣的學生一個大禮 所以我會做一個完整的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大學宿舍 如何來接軌國際 如何來以學生為主體 我想院長您如果站很久 您可以先稍坐休息 那我在這裡像兩位還有所有有興趣的部會首長 我們一起來啟發 那院長你只要在最後say yes 就好 好接地氣要做有感的政策 我們看下一頁 宿舍我們過去都認為是孩子苦讀的空間 新時代的現在台灣的孩子在大學宿舍裡面 確實就是回去睡覺跟上網 可是看看國際 我們看到臉書的創辦人祖伯克 2004年他就在哈佛大學的六人宿舍裡頭創業了 所以臉書這樣一個國際的知名企業的搖籃就在大學宿舍 甚至現在哈佛大學的宿舍就把它紀念稱為祖伯克宿舍 我們看更早之前在1984年知名的電腦公司Dale 他們的創辦人也跟著他的同學們 在他Texas Austin大學校區裡頭創業了 所以宿舍不只是一個學生回去睡覺上網的地方 它應當是一個創意的搖籃 應當是一個生活中擴大交流學習的重要場域下業 所以新時代台灣到底需要什麼樣的大學 我很感謝蔡總統上台之後 我們的歷任教育部長 包括現在回鍋的潘部長 我們大力的推動高教改革 我們希望第一學生為主體 而且高教改革要回應學生的實際需求 生活就是學習 而學習不是只有發生在教室裡 所以我們要做全人教育 就是我今天的主題 宿舍不只是宿舍 下一頁 看看國外案例 非常快的一個分享 美國優職宿舍已經是頂尖大學的必備設施 我跟院長跟部長報告 美國全國盤點他們的宿舍通常是兩人房 而且人均的活動面積大概是10到12坪 還不含很大的公共空間 每一個學生在美國10到12坪 報告院長跟部長 台灣的學生只有一坪多 下一頁 美國的大學知名的評鑑Niche 也已經把大學dorms 大學宿舍的相關軟液體 作為評鑑的重要指標 而且不是只有學校提供數字 是以學生為本體來做調查 我們看下一頁 非常有名的MIT宿舍 是由普利茲克建築大長Steven Hall蓋的 我跟院長報告我非去看了兩次 我自己去看了兩次 他除了是一個好的建築之外 他裡頭有豐沛的公共空間 戶外餐廳夜間咖啡廳 電影院健身房會議室遊戲房 而每個學生的私人空間就是房間 還要求至少有六到九面窗的大量採光 因為不要讓孩子在裡面生活 就是黑暗暗 怪你去宿舍裡面只能上網 他們要打破這個 好我們看歐洲 英國的大學評鑑 全國的五十個最好的宿舍 做出了排名 他們手中社交跟交流空間 台灣有嗎 下一頁 評比出來 英國的第一名宿舍 這個叫Falkner-Edgerton 這個大學 其實它是物美價廉的 不是說好品質 好設備 就一定收費的貴 在英國 他們重視物美價廉的宿舍空間 是大學評鑑的重要指標 好看看我們鄰近的國家日本 日本的 他的啟發呢 下一頁 我們看北歐 以設計起家的北歐 哥本哈根大學在丹麥 這個宿舍 我真的也去了兩次 我跟院長報告 我是宿舍迷啊 我去看各個大學的宿舍 不管美洲 歐洲 日本都可以給我認為 我必須把這樣的好的經驗 空間的饗宴帶回台灣 導入政策 這樣一個北歐的 哥本哈根非常有名的建築 他現在已經是建築人的朝聖地 而我就講兩個重點 他強制要求 國際學生跟國內學生住在一起 而且他是男女合宿 因為他們要交流 而且跟國際學生交流 他們讓我感覺非常的激動的是 他們每個房間中間相連的 是一個很大的廚房 kitchen 是非常重要的場域 讓不同國家的學生 男男女女藉由料理的過程 可以創出無限的創業的可能 或者是人生珍貴的經驗 就是北歐 再看一個北歐軟體的經驗 跟您分享 也就在芬蘭 如果學校本身的宿舍供給不足 那他們就跟民間的NPO來合作 推動宿舍的多元化 在芬蘭 芬蘭是這樣做的 他們跟芬蘭學生住宿協會組織 SOA合作 在全國19個主要城市 協助學生在外租屋 找到安全的品質好的可以管理的租屋 來當宿舍 然後呢 芬蘭政府甚至提供了租屋的住宿補貼 如果在芬蘭國內讀 每個月可以拿到3,400塊台幣左右的住宿補貼 如果是到國外求學的芬蘭學生 每個月可以拿到國家7,800元台幣左右的一個住宿津貼 好 我們看了好多國際案例 我想院長很深受啟發跟感動 當然包括部長我們多次討論 我們看看國際想想台灣的自己 我們看下一頁 這是台灣的縮小 中山大學變水連洞淹水了 一手大學颱風來了被風吹壞了 世新大學土石流都到宿舍裡面了 東吳大學起火了大火災大爆炸 而您印象深刻文化大學的大群館宿舍 因為學校本身校地不足沒有錢興建讓孩子到外頭租屋 所以教育部有一個跟私校合作的校外乘租宿舍方案 但是卻衍生了公安土地使用分區不符 甚至有用多門牌來規避 納稅等等的爭議 好這是選舉過去了 但是我們要找解方下一頁 院長你住宿舍嘛對不對 這是您在台大宿舍的照片嘛 那你當初蘇市長候選人提出了幾個解方 您說新北市22所大專校院學生15萬人 許多孩子離鄉背景像我一樣 但是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 只看有沒有找對方法 所以您倡議了 在大學密集區域新建新北大學聯合宿舍 在非密集的區域提供社會住宅 第三也要事辦包租代管的大學生專案 大學生的住宿問題 我感同身受 我當選新北市長一定積極改善 給您改善的機會 現在您是院長了 沒關係您先不用回答 等一下say yes就好 下一頁 台灣的現況 教育部告訴我們 我們的宿舍供給率有82% 沒人相信啦 因為他把沒有申請自動放棄 想說我根本租不到宿舍 自己到外面租屋的 也當做一個計算的標準 換言之我們一當勇敢的去反應真相 其實我統整出來 我們真正的住宿率 只有百分之就是合理提供的 目前可以提供的量 只達百分之五十五 這是一個很大的gap 百分之八十二跟五十五 我們應當面對真相 好下一頁 量不足的部分六都最嚴重 而全台灣缺26.7萬床的大學生宿舍的需求 二十六點七萬 下一頁 這個是高教工會青年行動委員會整理出來的 國立跟私立各個宿舍充足率不足的排行榜 還有學校是宿舍提供率只有百分之零的 這個名單 教育部可以好好去盤點 好下一頁 台灣的宿舍物不美架不聯收費是不菲的 報告院長有收到一萬兩萬的 我資料都有提供給教育部 而且我們的人均面積只有兩坪以內 而且欠缺充足的交易廳 幾百人的學生擠在一個廚房跟交易廳 所以我們要改制度要突破怎麼改 來下一頁 先有的法規 宿舍屬於自償性的工程 非教學相關 沒有辦法補助 完全不合理 下一頁 先有的法規 我們只補給各個大學貸款利息 而且只補一億的貸款的利息喔 完全不合理 而且只限二十年 所以每個學校沒有充足的誘因去蓋宿舍 就讓學生流浪到外頭去租房子 或者是學校勇敢的去蓋了 可是教育部沒有支持 只好蓋好之後 轉嫁給學生收取高額的費用 不合理 要突破 提高利息的補助 下一個 基本規範不清 各校蓋宿舍 沒有一個公共面積 公共空間的需求的規範 要改進下一頁 所以簡單講 全面鬆綁與時俱進 相關的法規有五個 所以我的具體要求在下一頁 學校促設列入大學的重要政策 鬆綁自償性的營建限制 而且現有的貸款利息 應當達五成以上 以及推動大學新建或整建宿舍的工程款的補助 也鼓勵現在少子化之後 既有的校舍 可以把閒置的空間轉型來做宿舍 還有要把職語量納入評比 有講有乏 當然學生為本體 我們應當跟學生勇敢坦誠的導入Design 使用者為需求 跟學生召開宿舍的大論壇 全面做財政有困難 那怎麼辦下一頁 優先從高房價地區 低宿舍供給率的學校 經濟弱勢的學生 財政弱勢的學校來著手 所以部長 你們已經針對上述的這些要項進行研議了嘛 對不對 是 一個月 把剛剛說的幾個面向 完整的方案提供給院長 可以嗎 然後我第二階段要請院長來協助 跨部會的整合 一個月的時間把剛剛說的方向 我想您都同意嘛 能不能夠一個月提出教育部的改革方案 到行政院跨部會來協調 我跟委員報告 謝謝委員 因為也長期在關注到 我們大學生住宿的問題 確實 剛剛的方向您都同意嘛 這個因為在過去這一段時間 有委員這邊 我們也有充分的參與 所以 教育部確實現在在整理這個 希望也提出一個四年 能夠再改善 忠誠改善 對這個計畫 那時程上 我想我們盡量 先把這個草案的部分整理出來 當然 剛剛講的工程館的鬆綁 利息的提升補助 應當都是研議的方向 對不對 是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值得 來往前前進的 院長再給我20秒 下一頁 這是您的工作 跨部會的整合 內政部包租貸管 釋出公宅比例 縣市政府合作興建 釋出室友公宅 財政部 釋出國有土地 協調行庫的貸款條件 這些都是跨部會的 我看到最後一頁了 最後最後的一頁 所以院長 您是不是能夠統合來告訴我們 衝衝衝 就差這一腳 給孩子好宿舍 跨部會 您支持教育部做好本業 但是跨部會需要院長 請您回應 謝謝 好很謝謝委員 您真的很認真 整理的非常完整 講的非常有道理 我請教育部 就趙委員要求的時間 就相關這些工作 教育部整理出來後 需要相關部位 讓我整個來召集他們 你們三個月 一次來請 連三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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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月三個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